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完。由今集开始,我会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。 李香琴,生于1932年1月13日,均于2021年1月4日,原名李瑞琴,人称琴姐,组织广东,顺德勒楼振番村,乃香港女演员,前无线电视,及亚洲电视女艺员,李香琴投身电影及电视剧界前,乃于粤剧出身,李香琴母校是丽群学校,宗教信仰是佛教, 李香琴的配偶是肖仲坤,于1950年结婚,1957年离婚。有一名女儿,名肖子君,李香琴的父母,父名李炳光,生于1907年,均于2001年2月,母亲质姓名不长,均于1965年,李香琴有一帝,名李树佳,李香琴于1946年出道。 出道作品是黄飞鸿大骂花灯,以下是李香琴的代表作品列表,李香琴的电影代表作包括 一的鸣鸡千ού亭 一 鸣鸣江遗恨 一 母头证公教子罗金鸟 三 两个东宫增太子 四 皆是皇后 五 大香里 六 二概云天 七 街有喜事 李香琴的电视剧代表作有 1.狂潮 亦 家变 3.亲情 4.轮流传 5.他来自江湖 6.还看今朝 7.圣者为王 8.唐心风暴之家好月圆 李香琴的综艺节目代表作是 欢乐今宵 李香琴的活跃年代 乃由1946年开始至2012年止 李香琴的经纪公司包括有 1.还声娱乐 亦 无线电视 1972年至1989年 及2007年至2021年 但于2012年起已停工 3.丽的电视 1970年代初 4.亚洲电视 1990年至2007年 5.网络电影 李香琴曾经获得的奖项 2011年万千声辉颁奖典礼中获得 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 李香琴因于电影鸳鸯刚遗恨 即演反派而成名 之后 长时间在电影中演出反派 因而成为黑白片年代 小有的反派女国代表 有一代奸妃和西公琴之称 直到1970年代 加入电视圈 才改为出演正派角色 他的二父是影声张活由 好 李香琴女士的生平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介绍 李香琴女士的生平 请大家继续收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分享这条片 拜拜